而两岸之间还要看的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今天帅团访问中国了 他到时候也将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而此行的团员呢 包括了有政商宗教各界的代表共80多人 展现了连战在两岸关系上的丰沛人脉 外界就好奇了 他会不会帮忙促成马席会呢 不过连战的回应是说 他此行没有任何任务 也不代表任何政党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带着夫人连芳宇现身桃园机场 因为他再度率团到中国访问 最受关注的就是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不被帮忙飞一把组成马席会 这次我到大陆去 没有代表任何的政党或者是机构 或者是团体 没有任何的任命跟使命 我个人是乐观其成的 不过相关的事情我并没有参与 连战一句没有任务 不想碰触敏感的马席会 他也把这次访问中国定位为民间交流 长荣航空董事长张国伟还亲自担任机长驾驶飞机 一起出访的包括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华南金控董事长林明成 日月光董事长张前生 政界有新党主席郁木铭 前台联主席苏敬强 以及星云法师等横跨各界代表超过80人 访中的重头戏就是18号下午跟习近平见面的联席会 而他也是台湾目前极少数能够跟习近平见面的政治人物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就打电话给连战的幕僚 希望能够帮忙打通两岸互设办事处的阻碍 就算王章会开启两岸官方交流 但是一碰到关键的问题 甚至难度最高的马锡会 都希望连战帮忙推一把 加上每次访问中国 团员都涵盖各界代表 连战似乎要用行动告诉马政府 两岸关系上他依然举足轻重 民事新闻 范峰玉 蔡明镇 周炳渝 台北桃园 采访报导